大家好 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刚买回来的长寿花 如何处理 再给它上本 让它的成活力大大的提升 不影响它开花 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 就是要处理一下根部这个地方 我们的处理方法 就是先把长寿花拿出来 然后把上面少部分土壤 给它松一点点就可以了 切记不要把土球给它松出来 然后底部有一些腐烂的叶片的话 我们直接把它切掉 不要给它保留太多的叶片 因为这个时候长寿花没有适应新的环境 吸收养分的能力会差一点 所以我们适当的给它减少根部过多的叶片 可以减轻它吸收养分的能力 然后把这些养分保留给上面的花苞 把底下的这些叶片给它清理完 如果说我们不需要换盆的话 就不需要这样处理 建议大家刚买回来的长寿花 也不需要给它换盆 因为稍微有点处理不当 很容易导致烂根 那么我们把根部过多的叶片处理完之后 一定要用戴森猛心对水给它喷湿一片 因为戴森猛心是杀菌药 长寿花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之后 难以适应 所以很容易出现烂根 那么我们给它喷一点杀菌药 调防它细菌感染 尤其是根部这个位置给它喷一喷 还有底部的这些叶片 尽量的不要喷到花苞 要我们喷好之后 不要把它装到这个盆里 先把它放到通风的地方 把它晾 各把两个小时 把这些药水呢 给它先晾干 然后再给它上盆 我们给这个长寿花配土的话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因为原来它这个土球保水性太好 所以我们给它配新的土壤 一定要配一些透水性比较好的 那么我的方法呢 就是用这个河沙 两份河沙 一份普通的盐土 然后在这个土壤里面呢 加入适量的这个缓氏肥 这个缓氏肥呢 是通用型的 直接搅拌均匀之后 就可以给它上盆了 如果说我们用的是普通的营养土的话 它的保水性太好 那么它的保水性太好 后期我们浇水的话 就很容易让这个长寿花 闷根烂根 所以大家必须要注意这一点 我们就可以直接给它上盆了 我们给长寿花上盆的话 大家也不要动到这个土球 直接带土球一起上盆就可以了 我们给这个长寿花上好盆之后 大家不要急着给它浇水 因为这个时候长寿花自带的土球水分比较足 我们给它浇水的话 就容易导致汁水 最好是等到一个星期左右 我们再给它浇水 我们也不要给它施肥 我们只需要静静能带它开花就可以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刚买回来的长寿花 如何正确给它上盆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